首先要想剿灭这些机缘 闭脚八大糊痛 把这一块当成重点 你照理说五月份 49年五月份这事定下来 可最终行动是什么时候呢 11月份隔了半年 有人说这事还等干嘛呀 直接下手就完了 好几个原因 一个是我刚才说的 人手不够 你关干警1267个人 全北京妓女多少人 妓女太多了 有据可考的 当时妓女是官家登策在案 给发的职业证书上就写着职业妓女 我曾经收藏过一个过去那种证书 其中就是一个妓女的职业证书 就写着职业妓女 人家不认为这东西是违法的 过去是官家管是合理的 这叫工厂 那私厂刚才我说暗门的 那就不算统计不上来了 光工厂是什么比例呢 北平城里每259人就有一个工厂 你算算这妓女多少人 就工厂登记在世的 那就是将近好几千人 就很难说你这么点工厂干警 就把这一下子 再说不光这 还有大沙湖 还有老宝子 还有老板 看家护院的打手 这么多人呢 所以一个是人手不够 当时就是把民政局 把妇联这些都拽了 也不够 所以呢 得一点点积蓄力量 这是第一个 暂时先不能动 第二个呢 更重要 就是你把她是都取缔了 废了 那可是这是大活人呢 她可不是一个东西 说你搁仓库里头门一锁 什么时候不用管了 这活人你得管 怎么管 第一个 妓女很多是没有劳动能力的 家里穷 或者就好吃懒做 没有生活技能 她才出卖肉体 那你不让她干这个了 你横着不能看她饿死吧 你是不是得管她饭呢 得让她培养自己的劳动技能啊 那么她说劳动技能 这个东西 她可不是一天两天练的 而且有时候人过三十不学艺 她一时半会儿学不会 这些人没有谋生手段 你又不让她干这个了 怎么办 这个事其实也不光说当年是这个样 你现在咱社会同样有这个 前几年我们做新闻说有一个事 就是有一帮这个云南那边的 把这一些童工整到深圳去打工去 咱政府看来肯定得解救啊 童工不符合劳动法吧 你把他救出来 把这孩子送回 这孩子自己又跑回深圳 说我们在这当童工啊 挣点钱还能吃生肉 回到老家穷不像样 我们也念书也念不了了 我没法活 你看 有的时候人道主义 法律和现实 这种残酷会产生激烈冲突 你如果给人解决不了这个 你说那孩子回去 他又流落街头 又变成社会治安隐患 那还不如在深圳就当个童工 所以这种东西你没法说 有些是法律的原教旨主义者 就说一定要怎么怎么的 还有一些有圣母心的人 我说一定要在人道主义上什么 你是没看看中国社会 现实的一些情况 你看了之后 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 所以当时罗日清就考虑到这问题 你是把他这个仇卧现象铲除了 可这些人得活呀 还有一点就是呢 这些妓女身上 百分之九十都有病 你像梅毒磷病 这心病 其他的心脏病 肺结核 当时那些传染病一堆 你得给他治病啊 你不治病 你也不能给他眼看就死啊 治病需要什么 那会儿最灵的是盘尼西灵 什么叫清霉素 初步一估算呢 说这些妓女按照百分之九十有病 得给他打这个清霉素 打盘尼西灵 得多少针 一万三千针才能治好这病 一万三千针相当于多少 在当时相当于两万斤小米 而且那时候国共还正干账呢 你这清霉素在前线有大作用啊 咱那么些伤员 那些战士出生入死呢 得需要这救命呢 那边救命都来不及 你给他这说不过去呀 等前方战士缓一缓呢 能把这药余分出来再说吗 所以一方没有吃饭 一方没有治病 这么大负担 你是把他铲除了 回头这些人你怎么办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咱们很多朋友看过 陈道明演那个康熙王朝 那里面不提到 这个收缴台湾吗 就平台 当时李光帝提出来 说你们就想着怎么打台湾 怎么通过水师过去把他收回来 你想过没有 台湾的补给大多要来自大陆 所以我们千界近海对他实行封锁是管用的 但是你一旦拿下来了 台湾几百万张嘴伤开 嗷嗷逮捕 你说得管呢 后勤积养不得给吗 如果你这时候没粮食没什么的 几百万人是一定会造反的 那这时候 你说你收了台湾 反而惹了更大的坏 所以平台若不辅台 不如不平不如不收 李光帝这个见解 康熙是大为赞赏 说你一想到这个 这些人 包括当时那个都督也好 还是当朝的首谱大臣 谁都没想到 这是深谋远虑 所以罗瑞卿当时想这些东西 确实是一个站在战略思维角度 考虑问题的一个实干家 所以这些事呢 他都在背后秘密的安排 等着等着等着 半年之后 这时候到了1949年11月份 基本上呢 共产党已经把大陆的控制权拿下来了 国民党有些残暴 是在云南昆明那一带活动 剩下沿海那时候都打到台湾去了 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大陆地区的这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是公安干警的这个整个人数也得到了补充 另外一个从药品呢 还有其他生产发展各方面呢 也都基本稳定了 这时候罗瑞卿一看 时机成熟了 该完成 毛泽东交给他的命令 所以1949年11月21号晚6点 罗瑞卿在下午时候就通知所有公安干警 今天晚上啊 不下班 加班 连夜行动 为什么要连夜行动呢 怕打草惊蛇 你要白天就干这事 要万一拔大胡同那里头 那可不光说这些妓女啊 那老宝子 包括那些老板 里头有不少恶霸呀 人家那头也有一定势力 你比方说私设公堂 你这妓女 你不接客 打你 你想从良 我打你 你挣着钱不交出 我打你 他有一帮恶霸势力 这些人都在 万一站出闹点事呢 大白天 弄的北京 乱七八糟 也不好 晚上行动就避免着 再有一个 以往呢 政府经常找这些老板的 老宝的开会 意思你们别私藏特务啊 跟你们进行政治教育 一般都在晚上 这时候叫他们 把他们弄走 不会打草惊蛇 所以1949年 11月21号 晚六点 通知八大胡同周边 所有的妓院 老板的老宝来开会 这些人也不宜有他 就去开会了 这班一走 公安干警全体出动 在晚上六个小时之内 封了周围224家妓院 直接控制住了 1286名妓女 就几乎把当时 北京城妓女里头的 咱不说精英吧 反正一二等班子 三等班 四等班子 除了一些暗场以外 基本上都控制住 把这些弄到一块呢 怎么弄呢 早就想好了 把几个这个妓院的 拆不拆不 重新建计房子 把他们搁到这里头 几种改造 挂上北京市妇女 劳动改造办公室 这个名义 民政局的 妇联的 包括街道的干什么 加上公安干什么 凑到一块 来改造这些妓女 关注于是 蜘蛟 的